兩個函數可以解決 不過如果需要兩個函數呢 當然可能會需要分兩階段 以後如果說你的工作很複雜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按部就一步一步的慢慢完成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我先怎麼樣 把那個第二個字先把它抓出來 那怎麼樣把第二個字抓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文字 以後的話按照類別 反正那個是要抓第幾個字 文字類裡面的那個MID函數 所以往下找一個MID 給MID函數 然後呢它會有幾個問題呢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這三個問題它大概有一個敘述啦 不過這些敘述啊 恐怕不是那麼清楚 但至少你要慢慢體會 有時候要感受一下 它到底問什麼問題 因為畢竟這個軟體是美國人設計出來的 所以它的思維一定是美國 美式的方式啦 那所以這邊最難的地方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前面其實都不是中文的 所以你要自己要能夠去把那個 這個的中文意思也許把它 把它對照出來 把它想出來 所以第一個它問你什麼 所以我覺得最難的應該是大部分同學看不懂前面的意思 不過在前面當然也會有一些敘述讓你知道 什麼 不過這個敘述有點 說它文言好像又不是很文言 說它沒有條理 因為唯一什麼唯欲從中抽取文什麼字圓的文字串 好像你全部讀完之後你還是不太知道到底什麼 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你要你要切割的那個文字在哪裡啦 Test的文字就是在這裡啦 白話就是你要的那個儲存格位置 告訴它一下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字帶過來 第二個問題是 star number star指的是哪一個字開始 number是數量 哪一個字的應該數 number是哪一個字 從哪個字開始算起啊 那我要的是第幾個字呢 第一個第二個字 所以這邊輸入二就可以了 你幫我從第二個字開始 那number choice是 你 choice是字 字圓啦 意思說你要幾個字 你要抓幾個字 那我要幾個字 就一個字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喔 回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就幫你把什麼 從第二個字 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 就是這個字 幫你怎麼樣 抓到這邊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但是請特別注意一點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有一點這個是蠻細節的地方 就是說呢這個1有沒有 前後怎麼樣 有什麼呢 雙引號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前後有雙引號跟 前後沒有雙引號 兩個 是不一樣的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叫文字的1喔 這個叫數字的1 兩個不相等喔 你不能把那個文字1 當成數字的1 做比對喔 如果一比對 你會發現錯誤喔 這個也是 也許剛剛同學有練習啦 應該會 發現有問題的地方喔 OK 這關鍵很重要 因為 在我們 肉眼看是一樣的 但是在電腦 它判斷是不一樣喔 電腦它還有分不同的 資料形態 數字就數字 文字就文字 它兩邊是不一樣的喔 這一點給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是1 但是這個1是文字的1喔 OK 所以第一步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接下來我不是要這個結果啊 你不是說 自己把它變成 那個 就是男跟女喔 所以我們接下來還需要做什麼 跟剛剛這個一樣 邏輯 不過呢 我不希望分兩邊 而是希望一次就做完的話 通常會怎麼樣呢 先做切割 第二個字 第二動作的話呢 請你把等號後面的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剪下來 為什麼剪下來 因為等一下要放在那個 一幅函數 邏輯判斷一下 OK 剪的時候不要包含等號 剪下 然後再插入喔 一個什麼呢 邏輯判斷 邏輯切到邏輯 然後呢把它剛剛的公式貼上 這個東西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1的話 等於1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不過 你假設輸入這樣子 當然看起來好像是沒錯 男 然後呢 反之就是女 可是呢如果你這樣子輸入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 輸入男女他好像前後也會幫你 加上雙以後 因為他是文字喔 OK 那如果這樣輸入按確定 你想說邏輯好像沒錯 不過全部都是女生 為什麼呢 就我剛剛講的 關鍵在哪裡 如果等於1 是男生 那你會發現他好像都不永遠都不會等於1 可是裡面好像有看到是1 問題出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1 1的前後請你要加什麼 雙引號 如果沒有加雙引號的話是數字1 如果有加雙引號的話是文字1 兩者是 完全 不一樣的東西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定 看一下 男有沒有 向下填滿 男女女 對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會用方法的話 其實 很快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結果 其實這工作裡面太多 類似有這種用法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做一些 統計報表的話 當然 比如說人家輸入那個身份字號 你就不用再問人家你性別是男女 已經告訴你的你還在 那你就變成說你要自己取 中間的第2個字就知道男女了吧 所以有些時候呢 會員資料裡面只要有身份字號 就不需要性別 為什麼因應已經有了嘛對不對那但是你可能 工程師或者是你後續處理的人員就必須要會 剛剛的方法 如果你不會 那很抱歉的話你事情永遠做不完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還有就是這個LAT 稱呼部分 那稱呼部分的話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完成這裡好了我們在進度也不要太快因為 前面幾週我發現大部分同學 這個程度如果比較跟不上的話 一定要多練習啦 其實這種東西 你要能夠會用 前提一定要熟練 這個就技能啦 什麼叫技能 就是我比你熟練太多了 所以很多那個為什麼技職體系 很多新聞是說 為什麼那個現在要回頭要再 繼續推那個技職 教育有沒有 主要原因是因為技職就一直做了 那我們現在普通大學就是 只是比較是偏學術研究 很會講但是不會做 所以其實應該折衷一點啦 不管你是普通的或者技職的這個大學 其實都應該也要會講也要會做 這才是比較合理啊 你不能說我技職 所以如果你又回頭 技職變成說他很會做 但是他講不出來 你會發現社會上很多這種人 他很厲害 但是你問他 他答不出來 他就是 學校老師一直叫我做做做做做 你不會告訴我為什麼 然後你問他為什麼 老實說你把他背起來就對了嘛 好吧背起來 對不對 但是呢 在普通大學剛好顛倒 你就會講就好了 你不會做也沒關係 大部分比較不強調做 尤其是那個文學院 好像也沒什麼要你做的 有啦 你們 原製 我們原製比較特別 就是 中語系 畢業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專題製作 就是一定要你做 不過問題來了 就全部都沒有怎麼叫你做 突然要叫你 把他做一個很偉大的東西出來 你怎麼做 所以從一年級開始 就要訓練各位會寫層次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的MID加邏輯判斷 試著先 把它做出來 好